大家好,我是大狼,账号是大狼说影,今天是12月15日,欢迎大家关注我,关注好看视频。 传说在南洋一带有一准降投其数,不仅能控制人的心神,还能决定人的生死,他们通过圈养魂魄来操纵活人,以此获取经济利益或长生不老。 曾经有一位近百岁的巫师,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残害生命,被通缉后销声劣迹,他的师兄为了将他绳之以法,于是就四处云游。 这天他路过一个小村庄,发现这里将会有血光之灾,不远处一群村姑正在河边洗衣服,突然水里出现了一只大鳄鱼,防缓朝他们游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名村姑被鳄鱼咬住双头,其他人吓得撒腿就跑,最后村姑被鳄鱼生吞,老头看到这一幕后,连忙设置好诱饵,接着盘腿而坐开始念咒语,天空瞬间乌鱼密度狂风大作,果然鳄鱼发现了诱饵游了过来,鳄鱼上钩后,老人居然徒手将鳄鱼钓了上来 然后抛出匕首,狂刺向鳄鱼的脑袋,鳄鱼死后老头将鳄鱼翻转过来,小心翼翼地划开肚皮,只在里面找到了死者的手镯,将手镯还给他们的家人当作纪念,随后便转身离去 此时他的师弟老罗在另一旁逍遥访外,别看他的外表年轻,他的真实年龄其实已经超过了八十 这些年来他一直靠牺牲女人的惊喜,得以永保青春,老罗每到夜幕降临,便会来到夜总会暗暗地观察力 这天他发现了一个清纯可人的美女,不过他现在没有时间调语,老罗急于收回他的傀儡姑娘 今天又有人上钩了,富商张大年看上了他,并想邀请他一起吃饭 可姑娘只淡淡地说累了要回家,在老罗的眼神暗示下,傀儡姑娘跟着他回了家 姑娘非常听话地跟在老罗身后,只见老罗熟练地拿掉姑娘身上的衣物 接着让姑娘跪在地上,老罗从姑娘的头顶取出一枚钢钉 女人随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不一会就变成了一具干尸 原来这就是老罗用来勾引有钱人的工具 第二天张大年登门拜访,希望老罗帮忙追求一位姑娘 老罗爽快答应,为了让张大年放心,于是老罗显露一水 只见他拿出戒指对准张大年,口中念着咒语,张大年只赶到天旋地转 他赶忙拿出手帕擦汗,老罗手指一动,张大年的手帕瞬间被他吸了不去 趁对方失神的时候老罗悄悄调换了手帕 这下张大年彻底相信了,他将姑娘的照片交给老罗 又给老罗开出了一张巨额支票,接下来就等美女头怀送报了 张大年刚走老罗就来到地下室,将铁钉重新插进姑娘头上 姑娘瞬间反老还童变回女神模样 第二天原本冷若冰霜的姑娘,突然像换了一个人 对张大年言听计从,随后两人欢快地走进酒店房间 就在两人欢快之时,张大年随身携带的护身符发挥了作用 姑娘一瞬间就变成了苍老的女人 这下子张大年知道了老罗的鬼 他气冲冲地跑到老罗家里要求退钱 老罗直接摊牌锁已经对他下了降头 张大年不幸气冲冲地离身要去报警 结果刚一出门就躺在大街上一命一呼 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就怀孕了 不仅如此他刚怀孕,肚子就高高隆起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他跳过了怀胎的过程 直接生下了一个胎儿 但是他生下的胎儿是个恐怖的怪胎 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人被下了降头 老罗把目标转向小丽,他买了束玫瑰 网称自己是开花店的,玫瑰是男朋友订的 就在小丽借过玫瑰之时 老罗故意用玫瑰刺扎破了小丽的手指 一滴血流出来,老罗又假模假样地帮小丽擦拭 拿到血后,老罗马不停蹄赶回家里准备道具 将手帕进入水杯开始念起咒语 随着老罗的施法,小丽开始有了反应 双眼无神表情木讷 男友阿伟感觉有些奇怪 又发现小丽的手指受了伤 一问才知道今天送花的事,可阿伟根本就没有买过玫瑰 阿伟怀疑送花的人对小丽下了降头 身边的阿龙并不相信这些怪力鬼神 见阿龙不信阿伟立刻回房 拿了本降头书籍给阿龙看 但上面的降头师就是老罗 当天晚上老罗继续做法 小丽被扎伤的手指渗透出鲜血 他整个人就跟着魔一般 鬼使神差往外走去 老罗将小丽引到自己家里 见到小丽之后 老罗在房间里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一夜过去小丽的脸蛋正在加速衰老 不仅如此她的肚子也大了起来 起床之后的阿伟一脸懵逼 女朋友的肚子何时变大 她立马把女友送进医院 医生们立刻安排了手术 从丽丽的肚子里竟取出了一个怪胎 阿伟笃定小丽一定是被吓了降头 不然正常人怎么可能一天就怀孕分娩 可阿龙还是不相信 于是几人想出了一个主意 去找降头师对阿龙女友小美吓的降头 如果小美真重降头 那就能够证明降头术存在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作死的想法 老罗声明远不阿伟便找上了她 她还不知道自己女友的肚子是对方搞大的 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降头 这个男人不惜一身犯险 阿伟找到了老罗 要是自己看上了朋友的妻子小美 只要能够让小美对自己死心擦肩 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老罗听了之后直接狮子大开口 索要一万美金 阿伟二话没说就开了支票 老罗看他爽快于是便端来一杯红酒 然而阿伟早有防备 趁老罗转头便把酒倒入花盆 这一怒被老罗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 她明白来者不善 于是老罗又放出黑猫抓伤阿伟 然后又假模假样地关心阿伟 这一举动主要是为了得到阿伟的血液 根据阿伟的照片老罗找到了小美 故意撞坏小美手中的玻璃瓶 小美的手被划破 老罗估计重施得到小美的血液 接下来老罗对两个人同事下了降头 从那之后小美就对阿龙十分冷淡 阿龙不明白为什么 小美有了这么大的转变 心生怀疑的她开始跟踪小美 她意外地发现妻子正在和阿伟约会 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是干柴烈 阿伟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在酒店优惠的两个人当场被阿龙捉奸 阿龙的拳头让阿伟清醒过来 她返回医院去找小丽 然而小丽已经离开了医院 原来老罗再次召唤走了小丽 这是一只老鼠无意间破了老罗的法术 醒来后的小丽惊慌失措 她赶忙逃离了老罗家 没跑多远就遇到了来找她的阿伟 看着紧紧相拥的两个人 老罗被为了把狗粮 她怒不可遏 当即做法弄死二人成为生死冤妖 小丽死后老罗将目标转在小美身上 小美迷迷糊糊往家里看 阿龙追上她想将其劝回 然而小美发疯了诗地咬向阿龙 阿龙难以抵挡 就在这时沙瑞与老头出现 老人开始念起咒语 并开始挥动手里的狐狸皮 猛打了小美几下破解了将头 老头和老罗身为将头师却完全相反 老罗这时也察觉到有高人在捣乱 她立刻展开了反击 两人用小美的身体开始了隔空斗法 只见老罗拿出一把冰子 在自己脸上手上定来定去 最终两人斗得两败俱伤 老罗因为吸的精气多还能挺住 老头临终前掏出一个坠炼 说是可以用来控制老罗 又挖出自己的慧眼让阿龙扑下 最后重任都来到阿龙艺人身上 小美不放心丈夫便提出一起去 有慧眼相助的阿龙 很快找到了老罗家里的地下室 但早有准备的老罗 唤醒了所有的将形式傀儡 但阿龙有老头留下来的法宝 带着法宝所向披靡 一把火烧了屋子也烧了形式走肉 最终老罗也遭到报应化为一滩血水